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怪兽怪物的主题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 我们会想到怪兽怪物是会让人害怕的 但其实他们这个害怕心情也会发生在怪兽上面 所以特别把它推荐给三到六岁的亲子家庭 同时大一点的孩子也特别喜欢这个主题 黑美老师 我记得你对怪兽的主题特别有研究 要不今天你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这本是我上次介绍过的 它是一个我们中国原创的绘本 两个双面的一个主题 这本我推荐可以跟床底下的怪物一起看 为什么 他们这两本都是有两个角色 而这两个角色他们互相害怕对方 在一个虚拟的想象的一个世界里面 结果他们就遇上了 好 那这个呢 这两本它又是同一个作者所画的怪物 对 他两个都是 丹尼斯一个非常可爱的 我觉得小朋友都会很喜欢的角色 对 怪物丹尼斯 那他很可爱 但是丹尼斯很害怕打雷 可是他害怕打雷之后 他又遇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让其他的小动物害怕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如何横向的拓展阅读呢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